如意 你瞧瞧 嘉贵妃给御氏写的家书 里面极尽忠心所言 还要御氏一族 竭尽所能地效忠朝廷 如今 御氏族内回信了 除了请安谢恩 还要朕派皇子去巡视御氏 巡视御氏 皇上想好了派那位皇子去吗 派永成去呢 无疑是让他亲近了御氏 这永齐啊 年纪虽小 但行事稳重 朕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去 其实宫中皇子就这么几位 难道御氏不会想到 皇上会派哪位皇子去吗 你的意思是 他们猜中了这会派哪位皇子 然后有所筹谋 正如皇上所言 若派永臣前去 自会让他亲近母族 助长外戚势力 若派永齐去 贾贵妃不惜永齐 遇事岂会喜欢 再说山高路远的 永齐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皇上可不好怪罪于是 不得不防啊 如意啊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既然如此 朕就派贤亲王去出寻御氏吧 贤亲王见识极明白 就算御氏有不轨之举 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是啊 若是御氏真敢如此的话 贤亲王也可借机敲他 皇上申明 前些日子 朕派人在查野马入邻之时 这永城的行迹可疑 背后必定少不了 贾贵妃的指点 和御氏的支持 朕打算让她出宫开府 总之呢 离贾贵妃越远越好 是 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 如今对种格尔用兵 儿子居然不知 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 先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急啊 这两个月来 皇阿玛多番赏赐 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 我以额娘无人问津 而且额娘所说 御氏要求皇子巡视 皇阿玛居然派了贤亲王去 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 皇上此次安排 确实在咱们一辆之外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永城 不是额娘说你 那日在御院你也太不小心了 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 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 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 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 算了 也许是额娘多虑了 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算是全白费了 只能日后再做打算 对了 永城 王爷那边传来口信 让额娘给你找个福建 寻门得利的亲事 一座后院 李公公到 来 奴才给家贵妃娘娘请安 给四阿哥请安 李公公怎么来了 皇上有旨 传皇上口谕 四阿哥永城早已成年 命即刻出居宫外府地 吾氏不得入宫 额娘 李玉 你可别传错了旨意 这皇子向来都是成婚风诀 给了府邸之后才吩咐的 永城还尚未成婚 为何要搬出宫去 皇上圣意 谁敢质疑 您哪 听奴才宣读完皇上口谕啊 八阿哥永玄 即日迁往协方殿居住 十一阿哥永兴年幼 暂留启乡宫 悉心教养 此事为何如此仓促 皇上之前从未提及 皇上圣意 家贵妃娘娘 您遵旨就是了 奴才告退 伯娘 咱们是遭人算计了 皇上真是多嫌弃咱们母子 是谁 和娘 是谁在害咱们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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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在外面 谁在外面 剑险之徒 有本事躲在后面 赢得明枪地冲我来呀 谁 主 怎么了主 主 李贤 外面有人 快找人进来 快去 外面没人住 我刚从外面进来 快 来 坐下 没人 没人 侍卫都守着呢 来 快坐下 真没人 真没人 到底是谁要害我 罪 王后 淳贵妃 玉妃还是领妃 主 您好几日都没休息好了 奴婢去请太医吧 她有什么用 身心坏了 还不如口呢 李贤 徐贵妃 你给我找些狗来 狗 对 主 你要狗做什么 在这个宫里 没有人可以帮我了 只要我一个人 我还不能找些畜生赶架护员呢 快去啊 快去啊 是 我不能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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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让这些狗看着本宫 护着本宫 让那些想害本宫的人 都休想起来 你们都给我出去 你们都给我出去 本宫养着你们 你们可要照顾好本宫啊 咬死那些想害本宫的人 卓 您可别气坏了呀 您看他吃得多好啊 这起相公怎么从狗窝了呀 有日没日的狗叫 这种子不得尽 狗也跟着不得尽 成天下叫 好 请思 老公娘娘 他是被狗叫吓着了 起初还是脸色苍白 可是你看他现在 老公娘娘别着急 我公主只是受了惊想 微臣这就和她被安身稳 请思 用开水化开 是 把公主放回床上了 为正好给她施针 来 拿下去吧 五公里这么多狗 叫声不绝 五公主有心症 恐怕她受不住啊 林芝 你去禀告皇上 是 三宝 奴才在 去嘉贵妃那儿把她的狗挪住工具 奴才这儿就去 奴才给嘉贵妃请安 谁让你们进来的 出去 奴才奉皇后娘娘旨意 将您的这些狗宝贝 带到宫外喂养 免得惊扰了六宫的宁河 你们这些恶人 还不如本宫的狗忠心乖巧 给本宫滚出去 别脏了启祥宫的地界 可是 您的这些狗宝贝 已经闹得各宫不安了 谁敢动本宫的狗试试 本宫杀了他 您要杀要寡随便 可是奴才们的差事 不能不败 你敢 动手 都带走 你们敢 放手 主 主 放开我的狗 主 主 放开我的狗 主 主 要他们 你们这些纯狗 奴才告退了 你们这些恶人 你们这些恶人 福官 主 福官 快把福官宣伙回去 快 快把福官宣伙回去 快进去 快 走 万万关上 关上门 快 皇上 武公主被启祥宫的犬飞身 吓坏了 将太医正在忙着救治 皇上替臣妾做主啊 皇后娘娘容不下臣妾也就罢了 如今连几只畜生都容不下 非要逼迫臣妾啊 皇上 皇上 你还敢来啊 你养的狗吓出警司了 还不赶紧送走 警司有什么好歹 朕不会容你 皇上 臣妾承担惹惶苦 要是连他们也送走了 更怕臣妾也不久一世 皇上 我看家贵妃真的是得了石信封 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五公主吧 皇上 皇上五公主的命是命 臣妾的命也是命啊 请皇上怜悯 罢了 留条你最喜欢的狗袋宫里 余者全部送走 有惊无险 吴公主 一无大碍 请皇上 皇后娘您安心 臣妾知道警司 有心阵 可第一次看她下沉这样 臣妾也吓坏了 朕一路赶来 也是心境 生怕警司有什么不测 小心翼翼把她养大 臣妾没有一天是不惺慌的 朕已经让家贵妃 把那几条壳给挪走了 只剩一条 不会再下手警司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吴公主心政已犯 这往后更得反判小心 要是再被吓着 救治不及的话 恐怕 就要坏事了 朕知道 务必小心 看吴郝今司 臣妾一定会的 那么一阵先行告退